大家好呀,欢迎来到米虫看剧,今天我们继续讲解《局中人》第十一节 上期我们说到,成俊发现了桌上的木雕小人,猛然意识到哥哥成俊就是福利院中孩子们中的十一号 惊吓之余,成俊还看见了抽屉里放着的陪审员照片 他大感不妙,立刻打电话给警局同事,让他们盯紧成俊 交代了同事之后,成俊立刻赶回家中与妈妈对质 质问他关于领养的内情,可妈妈依然摇紧口风,坚称两人都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成俊只好拿出在N7电脑上发现的照片,见到照片妈妈这才惊慌起来 就在成俊继续对妈妈发问时,爸爸突然从一旁走出来 解释着他们领养成俊的渠道和手续都是合法的 不愿说出他的身世,也只是为了保护成俊 毕竟他被领养时已是大灵,内心或许有些敏感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成俊 爸妈收养成俊的初衷是为了不让成俊一个人太过孤独 有一个哥哥可以依靠 话说至此,成俊已经完全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才是爸妈的亲生孩子 可在过去的20年里,因为爸妈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态度 成俊几乎认为自己才是被领养的那个 大发了一通脾气后,成俊冲出家门 这时,同事打了电话,声称成俊的手机已经无法定位 但他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儿童中心 他们经过搜查,还在儿童中心的庭院发现了少量新鲜血减 庭院周围的监控已经被提早毁坏 同事告诉成俊,或许成俊早有预谋,就是冲着恩奇而来 成俊掉遇了交通路线,最终确认了成俊车辆开往的方向 当他赶到时,看见成俊正在地上挖坑,在掩埋些什么 成俊立刻冲过去阻止,害怕被埋的人是恩奇 就在成俊疯狂跑土时,恩奇却在远处喊了他的名字 时间回到几小时前,恩奇听到口哨声 来到庭院外撞见了成俊,成俊让他不要出声 随后两人一起看着远处 另一个穿着羽衣的男人缓缓走远 原来他才是发出口哨声的源头 事后为了确保恩奇的安全,成俊才将他带走 事件有惊无险,成俊稍微舒了一口气 但很快又开始追究起成俊的秘密 他质问成俊为何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他就是当年福利院里的11号男孩 文言,成俊露出痛苦的表情 眼中含泪,他承认自己就是11号 但他并不是犯人 就在气氛陷入僵持时,成俊打开手机 突然看见有人发了一组自己和佑娜的照片 那是上一次成俊跟踪恩奇被佑娜发现时 为了让他保守秘密 才被迫答应和佑娜拍摄的大头天 这是两人的秘密 如今成俊看见照片被发出 立刻意识到佑娜或许有危险 询问之下,果然恩奇告诉他 今晚佑娜和自己都在儿童中心 就在仓库里休息 三人立刻返回了仓库私下寻找 成俊看见一个柜子中流出了血迹 他不由地开始站立 小心翼翼地打开柜门 看见了佑娜的尸体 成俊几乎要哭了出来 随后赶来的恩奇见到这一幕 立刻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关于佑娜被杀 成俊作为相关人被带去警局 由成俊亲自问话 成俊想知道为何凶手会给他传简讯 告知自己的杀人计划 成俊觉得杀手杀死佑娜 是因为自己阻止了他杀死恩奇的报复行为 然而成俊真正想知道的 并不是这些问题 他的脑中依然充满着 对允赞和福利院的种种疑问 果然没说几句 成俊就把话题引了过来 成俊开始回忆着那段噩梦般的记忆 面对这样的生活 无论是谁都想要逃离 成俊也是其中之一 但出逃计划失败 是安谋背叛了伙伴们 对此成俊表示理解 因为安谋是被揍得最惨的一个 他对反抗有本能的惧怕 这时所长走进审讯室 看着成俊的脸 突然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 原来从福利院被收养的 并不是成俊 而是成俊 所长开始担心 以成俊如今的身份 若是站出来指控 所长一定不能独善其身 于是所长准备再次利用知恩父亲 承诺自己会将他从牢里放走 只要他去杀死成俊 成俊回到家中 惊讶地看着恩齐的到来 成俊解释着 自己想让恩齐暂时在兄弟俩家中居住 因为儿童中心发生了谋杀案 恩齐不适合再独自待在那里 成俊很热心 立刻收拾了自己的房间给恩齐 除此之外 成俊为了保护恩齐 还为他配备了一名外出随行警察 除了恩齐 其他的陪审员们 也成了警方的重点保护对象 但是之前声称去休假的电视台导演 却杳无依据 同事们都在怀疑 他是否已经遇害 画面一转 一个公用储物柜面前 导演将自己包裹得十分严善 回回碎碎的 往柜子里放了一个黄色文件袋 夜晚恩齐来到了疗养院 他质问妈妈 当年既然在福利院工作 为何忍心目睹孩子们遭受迫害 妈妈抽气起来吐出了一个秘密 原来他并没有视而不见 当年妈妈私下对电视台 举报了福利院的黑幕 导演正在悄悄潜入进行拍摄 可拍摄完成了 却迟迟没有等来曝光 另一边乔装打扮 隐于市集里的导演 刚离开便利店 就被一个身影挡在眼前 他先是吃了一惊 随即露出了害怕的神色 合天同时拿来了 又纳手机的调查结果 在里面发现了大量成勋的照片 不仅有两人的合照 还有几张属于偷拍的照片 成俊意识到 其中一张是成勋 正要去往司机的家中 他不由地想起 照片当天的情况 正是安某被绑架的时候 当时成俊认为 案发定在司机甲 遭到了成勋的阻止 现在想来 很可能是他早就知道 那边没有人 这才不想让自己浪费时间 接着成俊又去了一家广告公司 成俊就是在此处 调取了志恩父亲 杀害郑某的画面 从广告公司老板的口中 成俊得知 哥哥很早就掌握了这份证据 他明明知道 自己不是杀害郑某的凶手 却没有马上将证据曝光 而是让成俊经历了一段逃亡后 再正式清白 成俊的种种做法都让他十分不解 恩齐把妈妈的口说 转告了成俊 成导演的手里 有当年福利院生活的实录 这让成俊也犯了难 因为警方也在四处寻找他 这时同事传来消息 有目击者声称见到导演 成俊和同事立刻赶去了储物柜 却发现导演存放东西的柜子 已经空空如影 监控显示 是一个黑衣帽子男将其拿走 看着这个男人的背影 成俊居然觉得有些像哥哥 他立刻回家翻找成俊的衣柜 想要寻找类似的衣物 但等到成俊回家时 他还是一无所获 成俊没有放弃 他又来到车库 翻找成俊的后备箱 最终让他找到了一个背包 包里装着黑衣 还有一双鞋 鞋底有一道黄色 正是成俊在福利院昏倒前 所看见的鞋底 成俊挖出了哥哥的秘密 正要回家与他对峙时 成俊似乎也察觉到了一些反常 已经早一步开车离开 两人开车互相追逐 最终停在了山林入口 成俊在远处小心观察 只见成俊和一个羽衣人见面 对方突然掏出凶器 猛扎着成俊的腹部 成俊立刻冲了出去 抢救奄奄一息的成俊 混乱之中 羽衣人悄然消失在了夜色中 本期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随一讲小玩玩哟 拜拜